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觉得无所谓都可以接受 两个人只要开心就好 我就怕女朋友嫌弃我 我能接受我的女朋友工资比我高 因为我觉得她工资比我高 说明她能力比我强吧 然后她喜欢我 说明我们两个性格相向 然后互相吸引 跟公司是分开来的 所以我能接受女朋友的工资比我高 要看程度吧 高一点的话 一千两千这种不太要紧 但是如果说高数比较多的话 总共有点想法有压力吧 我自己来讲的话 那我肯定是有一个G6最终在里面 就是网上爬嘛 赚得超过他 反超 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啊 因为有一个梦想 就是找一个特别有钱的那种富婆保养 现在不是非常流行吗 对不对 找奋斗20年什么的这种事情 很棒好不好 能混吃等死的话 这是人生梦想 所以女朋友赚比我多也没什么问题 可以啊 感觉她工资如果比我高的话 我感觉可能会比较有面子吧 就是显得她比较有能力 我显得有眼光嘛 能选中这么一个好的女朋友吗 压力肯定会有啊 然后可能就是说我会更加努力点 就是说达到能匹配她的薪资吧 可以接受 因为我觉得吧 赚得多少跟那个性别没有关系的 就应该跟自己的工作和自己专业有关系的 两个人在一起嘛 没必要说真的谁赚得多 谁赚得少 反正钱都是一起用的对吧 如果她比我赚得多的话 我可以尽力嘛 就是我自己努力一点 自己以后比她赚得多一点 两个人就是相处到一起 难道就因为她赚得多 然后两个人就分开了 这不会的对吧 接受不了 我觉得要是谈一场恋爱的话 经济上如果不是占据主动权的话 吃住这些都是女孩子 大多数掏的话 我觉得让她很没有安全感 而且给不了她一些 她满意的一些生活 就感觉像是她在养我 我会有点自卑 所以会往生殖方面考虑吧 努力就是加薪 然后给她一些好的生活 我觉得反正我觉得一定要 工资要一定要持平 或者比她高一点 如果我女朋友工资比我高 那我以前觉得是不可以 现在我觉得也无所谓 我以前觉得不可以 是因为男孩子总共有点自尊心 内心让自己觉得不可以 就是一种感觉 现在不如社会了 我觉得男女平等嘛 赚钱女孩子也不一定说 一定比男孩子赚的少 那我觉得这样也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 如果赚的多一点 我也可以接受 但其实内心还是会有点不舒服吧 如果不舒服 那肯定是多激励自己 多赚点钱了 我也希望自己女朋友 不要太累 那希望两个人生活 都能更好一点 那我肯定要自己努力去